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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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呢是我隔离的12天 对 还有三天呢我就即将可以回归现实生活当中了 我就可以出去了 小娃你乐呵的 我觉得后面的生活过的会比之前快一些 所以我觉得一切都还挺顺利的 然后这两天重庆的太阳天气也非常的好 你看这个太阳就是 在这晒太阳就很爽很舒服 nice 看一下我的那个胡子啊 真的是一天更比一天长 今天这么好的一个天气啊 我说实话 我现在已经 非常想要 运动运动运动 已经按来不住我的身体 他要已经 开始就是 他要憋不住了 later 我确实不该去那个 床上就是 搞错了 再来 好 如果 滑到台湿 中央都被移植 乖帮来学看自己 帮我名字一词 牵着全面正常的这个要链子 光摇着骨头的穿链子 我要面子 用我的方式 感谢一部历史 被什么骗的事 跟着我年纪夹着 山要单位国际够 山要单位国际够 我只要一把中央 不加一点骄傲 我最新有诚 两个大胆 我最新出彩 我最新出彩 最好的团圆 这好的膅 我只好传闻 我 Więc我的胆 让我 tall 刚刚跳了两三遍 就是现在 已经开始冒汗了 效果就很好 кого gen 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不许嘲笑我 在隔离期间经常会有医护人来做核酸 就比如说隔一天或者有的时候隔两天 然后每当早上会做核酸的时候 就是我都会被捅哭 那就是你想在差不多八点钟 这个样子你正在睡梦当中 突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让你起来 而且他还直呼你的名字 我以为他会叫我的房号1712 结果他直呼 钟居一做核酸起床 然后我就赶紧起来了 然后穿上衣服裤子 然后去开门 然后带好口罩 然后把口罩露出鼻子 对为什么就是很好笑 就是因为你从睡梦中被叫醒 然后那个棉签直接就往那鼻子里面捅 我相信大家做过捅鼻子核酸的 应该知道那种感觉那种酸爽 然后他还不是只捅一次 他一边捅一下 捅完左边捅右边 然后你想又在那个早上 你刚睡醒的那个状态 然后我那个眼泪就止不住的流 流了泪之后 你还没有办法 你还要回来继续睡觉 做核酸了 哎呦你们 哈哈哈哈 每次做核酸的早上 我基本上都是哭着哭着睡觉 不说了 喝口茶 喝口茶再跟你们谈一谈 再潜意一下这个事情 嗯然后 待会就要放饭了 我现在就肚子很饿 很期待今天晚上就吃什么 累点 这个每天吃饭啊 就是等于说是一个开盲盒的状态啊 为什么呢 因为讲的都一样 给大家看一下 每天都是这个核饭吗 核饭的包装 然后我们猜一下 就是今天晚饭的这个 是个什么样的配置啊 哦 还是可以还是可以 有辣的 I like it 还有蔬菜 对 然后今天的水果呢 喜提一根香蕉 非常的丰盛啊 还是 咱就说还是 搞个吃播啊 搞个吃播 这个虾脚非常的诱人啊 来一个 嗯 是那个熟悉的味道 买点这个辣的 应该是兔肉吧 算了 有胡同 先吃个新菜 我就很好奇啊 他是怎么做的 就是每天不一样的 一个饭四个菜嘛 没有一个菜是上的 我觉得好厉害啊 中饭晚饭 28顿饭不一样 这个还是有点水平的 有点水平 嗯 好 今天就 前吃到这 我先继续烧饭了 今天是我隔离的第14天 耶 终于迎来了 就是最后一天 然后 今天必须 当着你们的面啊 刮个胡子 包服刀已经准备好了 哇哦 哇哦 怎么有点疼 OK 我把上面已经全部挂完了 当当当当 成品啊 挂完之后的样子 说实话是真的 感觉年轻了5岁 然后 非常好 而且要开始 变香了 我要去换衣服 到现在呢 我这14天的隔离生活呢 就已经结束了 还要最后几个小时 我就等着大白把我接回家了 我觉得这段时间呢 就是多了一个 对我来说啊 就多了一个 经历吧 算是 因为也不是人人都体验过 这14天的隔离生活 对吧 然后 我觉得 他们医务人员也特别的辛苦 每天要在外面送饭 杀菌消毒什么的 很早也要过来捅核酸 然后 也跟他们说辛苦了 对 然后 我反正在里边呢 我是觉得过得也还挺开心的 这段时间 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那么艰难 那么那么艰苦 对 所以呢 就暂时高于道路吧 然后我要离开这个 住了14天的酒店了 对 嗯 就这样吧 那我的隔离日记到这就结束了 拜拜